拜登剛剛上任就立即取消加拿大到美國的輸油管道項目 這個舉動引起加拿大省長的憤怒 並呼籲總理杜魯多與美國開戰 拜登在上任幾個小時內 就解僱了兩名獨立機構高官 傳媒分析 這樣可能只是拜登使用三硬原始權力的第一次 但類似的事情今後可能會重複發生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海警法 授權海警在中共管轄的海域 在處理外國船隻時可以開火 外界分析 由於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東海和多國存在主權爭議 中共此舉可能會令這些海域的局勢增加變數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石油產業是加拿大的經濟支柱之一 而拜登剛剛上台 就取消了加拿大到美國的輸油管道項目 Keystone XL 這樣引起加拿大省長的憤怒 呼籲總理杜魯多與美國開戰 Keystone XL輸油管道 是加拿大和美國的一個石油管道系統 它的起點位於加拿大 阿爾伯塔省的加拿大西部沉積盤地 終點分別位於美國 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的煉油廠 以及俄克拉河馬州婦恩的油棺場 和石油管道配送中心 2015年 Keystone XL被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暫時推辭 2017年1月24日 川普總統允許Keystone XL繼續建設 今個月20日 拜登在就任總統的第一日 就取消了Keystone XL 這一項耗資80億美元的項目 22日 有消息人士對Global News表示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與省長的電話會議 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雖然其中涉及到疫情以及疫苗 在全國分發計劃的問題 但熱點話題就是新任總統拜登備受爭議的舉動 即是宣布取消輸油管道項目 而加美關係問題也成為了討論的主題 據參加會議的高官助手透露 省長對拜登的決定非常不滿 他們強烈要求對美國進行懲罰或制裁 即使這樣可能會破壞兩個盟友之間的關係 參加會議的一些官員甚至呼籲總理杜魯多要和美國開戰 多名消息人士對Global News表示 在討論中 安大略省長福特、阿伯達省長康尼 和沙斯卡串旺省長莫伊立場完全一致 他們警告杜魯多 拜登在輸油管道的事情上完全是欺負人 我們加拿大人不能就這樣認輸 福特和其他非產油省份的省長都很擔心 如果拜登可以取消輸油管道項目 這樣他更可能得寸進尺 將加拿大的鋼鐵、鋁和其他製成品拒之門外 這樣將會對加拿大的經濟造成極大傷害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對省長表示 他將會致電拜登商討Keystone XL輸油管道項目事宜 去年2月份 加拿大分析機構指出 如果美國民主黨人取得勝利 加拿大人也不要指望加美關係會更好 根據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克雷格傑弗里的說法 實際上美國民主黨執政的話 加拿大可能面臨全新的挑戰 近日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成員及專欄作家 金伯利·斯特拉·塞爾贊文表示 拜登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寬容和謙卑 但幾個小時後 所謂的團結只是持續了很短的時間 拜登在上任幾個小時內 就解僱了兩名獨立機構高官 其中一名遭到拜登闖絕解僱的 是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法律總顧問 比德·羅伯 在拜登宣誓就職後的短時間內 新白宮為羅伯下了最後通牒 下午5時前要辭職 否則將會被解僱 《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是美國的一個獨立機構》 《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是美國的一個獨立政府機構》 《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是美國的一個獨立政府機構》 《法律總顧問的職位是由參議院確認任期4年》 羅伯的任期還有10個月才期滿 羅伯拒絕辭職 因此當晚就被解僱 雖然美國法律沒有禁止總統解僱這個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 但自從這個委員會自1947年設立總法律顧問職位以來 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從來沒有被總統解僱過 羅伯目前正在考慮以法律途徑申訴 斯特拉·塞爾說 在過去4年來 傳媒和民主黨人將川普政府的每一項行動 都視為違反法律 或者正面臨憲政危機 相比之下 這個禮拜的頭條新聞是主流傳媒慶祝回歸正常狀態 拜登會恢復華盛頓的規範 川普沒有解僱奧巴馬的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總法律顧問 李查德格里芬 他留任9個月直到2017年任期結束 雖然有很多說法說拜登是紳士風格的政治的化身 但民主黨人無意遵守規矩 斯特拉·塞爾說 拜登成為總統的第一日就這麼快要解僱這名法律總顧問 這樣反映出勞工政策對拜登的重要性 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有5名委員 目前這5個席位當中有3名是共和黨人 一名民主黨人還有一個位置空缺 也就是說即使拜登提名民主黨人填補空缺的委員席位 在一名共和黨委員今年8月任期期滿之前 共和黨還是佔大多數 斯特拉·塞爾認為 所以拜登急於解僱川普任命的羅伯 才能用民主黨的法律總顧問來推行他的勞工政策 或者壓止委員會的勞工政策 拜登想藉著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 發放廣泛福利比公會 以舒緩他們之間的意見不和 解僱法律顧問羅伯可能只是使用生硬原始權力的第一次 類似的事情可能會重複發生 華爾加日報編輯部的社論還提到另外一個例子 1月20日下午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凱斯林克雷寧格 收到白宮的電子郵件 說如果你今天下午2點之前不辭職 拜登總統將會撤你的職 克雷寧格選擇了自己辭職 著名的保守派電台主持人拉什林博表示 拜登不能一面將投票給川普的選民 稱為國內恐怖主義者 一面又說要團結 他說拜登應該叫停民主黨發起的第二波 彈劾川普的努力 林博說當初福特總統停止了對尼克遜的彈劾 雖然很多人反對他這樣做 但他說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療傷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海警法 授權海警在中共管轄的海域 在處理外國船隻的時候可以開火 由於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東海和多國 存在主權爭議 未來這些海域的局勢可能會添加變數 1月22日 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第25次會議在北京閉幕 會議審議通過了海警法草案 明定中國海警的執法範圍 包括中國內海、領海、皮連區、經濟海域 以及中共管轄的其他海域 新法案規定 如果外國船舶進入中共管轄海域 非法從事生產作業活動 不服從停船指令 或者拒絕中共海警登船檢查 在警告無效之後 海警單位可以使用各類武力 包括個人手持槍械、艦載機槍等 甚至使用飛機搭載的武器 3年前 中共海警單位已經開始劃歸武警部隊 並列明戰事狀態下 武警由中央軍委組織指揮執行任務 《日本共同社》分析 新法案代表中共可能在釣魚台海域 檢查日本漁船或驅逐海保巡邏 藉此凸顯管轄權 行動將會變得尖銳 並且由於中共海警獲得授權使用飛機搭載的武器 釣魚台上空的對立可能變得更加激烈 報導指出 22日日本外相茂木敏聰在記者會上強調 已經向中方傳達了對海警法的擔憂和關注 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 日方考慮與美國政府加強合作 中國問題學者涉及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分析認為 中共有一個龐大的海上武力規劃 即是海軍、海警、海上民兵三位一體 2018年海警整個建制 劃轉給中共中央軍委序列 現在又明確授權使用武力 執行戰爭任務 海警已公開成為中共的第二海軍 涉詞說可以預見他將會大規模擴張 對中國周邊海域的國家形成指壓式優勢 對區域和平和戰略穩定構成重大衝擊 他認為中共越來越著迷於戰爭邊緣政策 國家軍事化走向日益突出 對中共的軍事化走勢 國際社會要高度警惕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